哈囉 歡迎收看PlayStation 玩樂DNA 我是Spatio明杰 今天跟大家第一次見面 然後 我現在要玩一款遊戲是這個 《火影忍者 木流人傳》 那這款遊戲呢 也是我前陣子在剛入手的遊戲 因為我非常喜歡玩《火影忍者 格鬥》系列 那剛好這個《木流人傳》就是名人他兒子 也就是現在正在熱播連載的這個動漫 《火影忍者 木流人傳》的這個電玩 但是他其實只有接到電影版 《木流人傳》的內容 所以他 裡面其實有一些是為了這個電玩而寫的一些小故事 對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那他一般來講他就是有冒險模式 然後故事模式 多了一個《木流人傳》的模式 這個 很有趣 對 那我想先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自由對戰的東西 蠻好玩的 然後一樣他有三人 或者是小隊戰 或是你要個人戰 那 這一次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全都破出來了嗎 哈哈 我自己也是全破了啦 那我不知道 他們這個的有沒有全破 看一下下 好 沒有的話 那就 先打個個人的好了 木流人 然後他這一次的角色超多 他這樣一百二十幾個角色吧 超級多的 然後塞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 五字波止水 對面的話其實就隨便了 他開心選誰就選誰 我先射一下好了 我自己都是打超困難的 比較有挑戰性 他其實他這個裡面的角色超級豐富 但是你必須要破關 然後去得到一些可以買的東西 可以買的東西 然後再來看要去解鎖他的造型 那他裡面像電影版裡面有想到 木流人一開始用科學忍具 來作弊中人考試 那裡面就有一個木流人科學忍具的一個造型 然後裡面他就可以使用科學忍具 然後像他這個一樣可以支援攻擊 換角色 很有趣 對 我個人認為佐助他女兒 薩洛坦蠻強的 然後一樣大絕招 很華麗 這一次的大絕招真的很華麗 然後替身之術他一樣是採用上一座的 就是 並不是消耗查克啦 而是在 血條上面有四個 四個黃色的東西 他就是一次你只能用四個替身之術 然後你要等到 可能你的血量快見底的時候 他會再讓你使用替身之術 所以要非常謹慎使用 大概就像這樣子 其實我很愛玩木流人用科學忍具的那個造型 如果你們有買的話 就把它解出來 那個造型我覺得非常好玩 一字波止水 非常愛的角色 因為他動作超級帥 不讓我打完是不是 讓我打完一套 他真的不讓我打完一套 打完一套 他的動作很帥 而且還有他自己專屬的人數 日暈舞 連續斬三下 個人認為他非常的帥氣 而且他速度大概是 裡面除了四代最快的吧 因為他的速度應該就是 僅次於四代而已 大絕招也很帥 被閃過了 尷尬了尷尬了 好 走 閱讀 別天神 帥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般的三人對戰 然後他這一次也有 很豐富的這個 覺醒模式 覺醒模式我覺得很有趣 好 那你還可以錄下來 就是看你剛剛打的精不精彩 如果你想錄的話 然後你就可以在你的 PS4檔案夾裡面找到這個影片 我先看一下下 好 我決定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些角色覺醒到底有多帥 好了 到練習裡面 我先選一批尾獸好了 然後選那種可以 變身變超級大隻的那種 他應該可以吧 記得沒錯的話 然後還有 名人 酒喇媽的模式 好 假設就是這樣子 反正 我只想演示給大家看一下 覺醒的 很帥的他們的造型 因為我自己其實已經有一陣子沒有 沒有 玩PS類的遊戲 是前一陣子才又開始回去 買一台PS4 然後開始玩遊戲這樣子 但是火焰忍者跟七龍塗 都是我超愛玩的 應該是這個吧 聯手覺醒 風暴亮表 當你平常打到快沒血的時候 你的風暴亮表就會 就會滿 然後你的覺醒槽也會滿 那當你的風暴亮表全滿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聯手覺醒 就是 不只你一個覺醒 你三個隊員都可以一起覺醒 像現在這樣子 好 超級壯觀 這一隻我記得他是幾尾 我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 五尾 五尾人數厲害 對 對 基本上 在這個覺醒的狀態 是不會被手裡劍所干擾的 我把他的 我把 COM的那個 攻擊指令也打開來 好 反正基本上呢 你如果選這種變身後會變得很大隻的這種忍術角色 基本上你變身後就是屌打他這樣子 但也很容易被他的大招觸發到 所以要 比較小心一點點 好 基本上你根本就不用怕他的手裡劍這樣 然後他的普攻呢 也不會是你的對手 忍術就是偽獸獄了 基本上 只要是偽獸獅的人數都是偽獸獄 沒有例外 但是他的 滑動攻擊 蠻強的 好 名人的九尾 比較囂張一點 他就連續偽獸獄 超級囂張 有沒有 根本不好閃這樣子 有點虐待人的感覺 而且我超愛他這一招 好像是 對 這到底是 對面也全部覺醒了 好 沒有關係 但他們剛好都不是我這種屬於 大隻系的 哈哈 屬於妖怪系的這種 你看到了吧 光是普攻就好像快把他打死一樣 然後他的這一招 我也忘了叫什麼名學 反正就是 滑動攻擊 範圍廣得很扯 好 再來換右的 右的 屈所能呼 對 攻擊都非常誇張 還有天照 他的 忍術是什麼 八板勾玉 對 也是距離非常扯 但是你覺醒之後就不能用大絕招了 你只能用忍術而已 然後跟你這個很不合一的攻擊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一次聯手奧義 我覺得有很多很有趣的聯手奧義 可是我要看現在以我手中可以使用的角色 我能夠使用 哪樣的聯手奧義 我其實蠻喜歡天天小禮 凝刺的這一組的聯手奧義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你在玩的時候你可以找尋 你認為他們可能是有故事連結的 你就可以 看看他們有沒有他們自己的聯手奧義 有時候是你自己要去發掘 很有趣 好 聯手奧義是像這樣子 會有三個人衝過去 他必須要連續躲三次才可以 好 現在 中了 然後就會有一個 很好玩的動畫 民視本來想要單獨打他 結果被蠻殘住這樣 好 這一招叫什麼名字我看一下 加速武裝回天 好這就是他們三個人的 聯手奧義 對 很有趣可以自己去發掘很多不同的聯手奧義 然後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我會 去觸發一些特殊的 因為 像上一代一樣就是你在 當他有顯示奧義終結的時候 你使用奧義終結他的血量 他會有一個奧義終結動畫 可是其實 當你遇到有關係的角色 他會跳入特別的 終結動畫 譬如說 我把這個 把它設定為單挑模式 一打一的 好譬如說我用 二代 火影 打 宇治波班的話 他就會跳入特別的 故事內容 因為相信有看過火影的人都知道 宇治波班曾經殺 二代火影曾經殺了宇治波班的 弟弟 對 那當然如果 我按到 我按到 我要跳出來 我還在練習模式裡面 就是二代火影曾經 殺了宇治波班的弟弟 所以 如果他們兩個進行對戰的話 就會跳入特別的終結特殊 如果你成功的終結到對方的話 好我就用 宇治波班 來打 怎麼是井也按錯了 宇治波班應該跟這個人沒什麼故事啊 誤會誤會 好來打 這個 牽手斐尖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跳入一些特別的 然後我還可以選一個 我認為是 當初的故事的這個 場地 神術根源 哪個比較好 這三個應該都是那時候人 人界大陣的場地 好假設是在這邊好了 喔唷 像這個 像這個 虛祖能虎 這是 以斯波班的那個 他的 造型是這個 退圖轉身解 所以他的攻擊 就會一直不停的照腕虛祖能虎 因為他這個時候超級強 好 就像這個樣子 對這只是防禦攻擊而已 我就覺得已經強的有點扯了 好大絕招 好他的大絕招距離有點尷尬 還是沒錯 好 暈眩他一下好 好 啊 中了 好他就近一下 近這個 他的終結特寫 欸 怎麼會這樣子 他剛不是寫 終結奧E發動嗎 怎麼還沒死 OK好沒關係 反正他遲早得死 然後他就會近一個在 說你之前殺我弟 幫我弟報仇的 有了 出現了 然後當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幹他弟根本就跟總總黨一模一樣 超級莫名其妙 對所以你可以去慢慢的發覺 欸其實這兩個人在對打的時候 他們也會 冒出一些特別的終結特寫 然後這次的角色基本上 佐助跟名人的造型 可以說是多到一個 我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基本上好像我記得名人有六套衣服吧 然後裡面還有很多什麼西裝啦 武士啊什麼的 對就是這個的名人 還有好多名人 這邊還有一個我記得是 就是 名人當七代火影之後的造型 這一格 人家看到這一格 這一格 對 就是他總共有五個名人 最後一頁我記得還有一個名人 當你把它解出來之後 對 就是 對這個的名人 對 這個名人也是強的有點誇張 雖然說我個人認為現在 博人傳吧 名人跟佐助弱化非常多 好我要來打一下 啊 不行我沒有那個佐助 好那我就找一個佐助來打好了 找一個 這個時期哪個佐助比較強喔 應該是他吧 就我自己覺得說這一代你可以玩很多 就是 柏人傳裡面才有出現 柏人傳裡面才有出現的這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這翻譯蠻煩的喔 有些人翻柏人傳 有些人翻柏人傳 有些人翻木流人傳 我也不知道該聽誰的 你看 我覺得這超誇張的 什麼叫超多螺旋丸 就是你可以使用很多名人衝過去這樣子 連用連用連用這樣子 而且造型也就的確是 的確是名人在這個柏人傳裡面 已經成為七代火影的造型 對 超級強的 所以說不好意思借我欺負一下 然後他的滑動攻擊呢 是使用他的影分身 五千連彈 我覺得超噁心 這一幕超級噁 他人變成一團東西 你剛看到一群東西都是名人的分身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沒有成功氣發什麼 看一下的防禦攻擊好了 好 防禦攻擊 對 所以就是 期待火影的名人 另外還有一些很特別的角色 譬如說是像 那個 除田 在他當媽媽時候的造型 但是我記得 那些技能內建模組是跟 跟長大後除田差不多 但是他就是有一個 對 我記得是第五個造型吧 應該是 第三個還是第四個 有一個 The Last 的除田造型 就是他當媽媽說的樣子 是這樣的有知性美 對 我自己個人最愛玩的角色 其實應該是 就是所有用體術的角色 對 比如像雷穎 或是說像 小李 或是阿凱 然後阿凱有一個傳說中 我認為是 這一代裡面最強的 就是瘋狂阿凱的另外一個造型 他擁有可以開啟八門盾甲 然後使用夜凱 他覺醒之後基本上是無敵的啦 可是他覺醒過後 會有一段時間在那邊 大概是負注重之類的 那段時間人家就可以把你打死 但是我覺得還是非常強 而且很振奮人心 他的那個 開啟八門盾甲之後 而且他使用夜凱之後 他的衣服還會破掉 就我覺得很適合他的動漫設定 打完這一場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們的伯仁鎮的故事模式 大概整齊的樣子 這個叫多遊野 應該是 大蛇玩這個 殷忍者村的其中之一 他的招式非常特別 他就是叫一個傀儡出來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如果他躲在他後面的話 你是沒辦法用任何的遠距人數 或者是手裡劍丟到他的 但是 畢竟 我是 進攻角色 所以他只能夠被我打這樣子 我到現在都還覺得 能夠用傀儡角色的人很厲害 比如說像看酒郎 那些 那種 因為我覺得傀儡角色是最難使用的 你看他叫了一個新的出來 什麼 什麼 走不掉了 還是走掉 給我撞一下 表蓮華 不是表蓮華 因為是他小時候 好中了 像這個就是小禮他本身內建的 終結特性 那我本來 就是想要用這樣的小禮去打 以前的瓦艾羅 而我還特別選擇中人考試會場 希望能夠觸發 那時候 第五十集時候的內容 結果竟然沒有 他竟然還只是一個這樣子 讓我有點小小的失望了一下 對 就是我會自己去拼湊說 欸 在紅人的裡面 如果這兩個人打在一起的話 那他們的終結特寫 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遊戲 很有趣的一點 那 你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從 VS對戰 錦標賽 生存賽 這些賽事 或者是用故事模式裡面的任務 來獲取一些 裡面的金幣 裡面的代幣 然後到收藏這裡 來買 很多的 就是 終結特寫你也可以買 對 然後你也可以 忍飾卡 是當你用連線對戰的時候 人家看到你的時候 你可以裝扮你自己的卡片 目前我除了這個之外 我不知道它還有什麼作用 然後你可以購買一些 替身道具 都超級可愛 就當你使用替身之術的時候 他就會用這個東西代替 只要你設定過後 對 還有一些我記得是 應該是在 在那個 故事情節裡面可以買到 一些特別的 替身道具 比如說尾獸的 比如說 明人睡衣啊 或者是 清熱天堂 之類 就是你 設定過後我玩卡塔西 我就會把我 替身之術用成清熱天堂 人家打我的時候 會變成一堆小黃書 這樣子 好 然後 還會提醒你說 就是 這個是 疾風傳之後的 那你要確定先玩它嗎 那我不管 就是要玩 對 因為我其實當初入手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也是先玩博人傳 嗯?我還有多久 四分鐘 OK好 就是我講的還蠻充實的 好不好 尾巴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當你進到了這個 原來這邊有人在講話喔 天啊我一直都超認真耶 我又沒有看到 這邊有人在講話 謝謝謝謝謝謝 我有點害羞 沒有時間 所以我要綠過它 我現在只剩它四五分鐘了 因為我會玩的遊戲其實不多啦 對 那加上灰人者 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愛看 愛看愛玩 好 打倒真面目不明的敵人 OK 這就是 我們看到電影版的 博人傳 木人傳電影版 一開始 佐助在調查 大統木 他們的事情的時候 遇到這個大統木的 算是幫手還誰吧 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正式在走 電影版木人傳的劇情 而這個也是 佐助 算是你剛沒有看過的 最新的造型 布施模式 你就要觸發它的一些條件 這就是佐助已經當了爸爸之後 一眼輪迴眼 然後一眼血輪眼的佐助 這樣子 對 只剩下一隻手的佐助 對 我稱它為羊過佐助好了 羊過佐助 哈哈 基本上你只要損的血越少 然後 呃 能夠達成它的越多條件 你就可以在評價裡面拿S 我在我自己的故事裡面 我已經把獎盃都破出來了 就是每一關都要拿到S 其實每一關卡真的蠻難拿到S的 我得跟著網路上的攻略去走 對 所以佐助的大都真的很帥 好 基本上應該打到這個血量 我記得它就會進到 進到故事情節 對 對 好 就這個時候 就要開始觸發它的一些 三角形啊 圈圈叉叉之類的 對 然後這邊就要轉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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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下 然後就把這位 幫手先生 揍到不要不要的 好 就可以拿到S級的評價 對 好的 以上呢 就是這個 《會員認者》 《木楼人傳》 這個不負責任的解說 我希望大家可以 對這個遊戲 一點點的小認識啊 那等一下呢 還有這個 PS遊戲 這個精彩意告 請大家不要錯過囉 我花兩分鐘是不是 這麼尷尬嗎 都跟大家 認真的say goodbye了 好 那我就再打一場這個 小小的對戰好了 好 好 啊 我 好 先去把他跳出來 先把他跳出來一下下 余智波、楊國沒有錯 好 其實這款遊戲真的是很推薦大家入手 因為在柏仁傳 目留人、柏仁隨便 反正就是這個 冥了他小孩的故事裡面呢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作者有為他 有為這個遊戲片寫多一點的番外篇 所以熱愛活人者 或是熱愛格鬥遊戲者你 他都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作品 然後請大家一定要入手來玩玩看 我自己還買了這個增長版的盒子 增長版的包裝 然後我也很期待 目留人傳可以趕快出這個 對打遊戲就是第五代 好 我不管 反正不管現在我剩多久 我就再打一場自由對戰好了 其實我應該也沒有剩下時間 今天可以打自由對戰了吧 應該沒有了吧 OK嗎 可以再打一場嗎 好 那我再打一場 任性的 再打一場吧 我要給大家看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可是電腦真的很難把我打死耶 我把讓步模式調到最高好了 我想要玩我最喜歡的第七班 小朋友第七班 然後對戰 大朋友第七班 一個小孩子打大人的感覺好了 然後在 柏仁傳裡面的 墓葉忍者村裡面打 其實我真的大部分時間都喜歡玩 用小柏仁 好兇好兇喔 好 像我現在的替身之術就用完了 我就有點緊張了 誰先打到誰 誰都可以把誰狂打一頓 知道他的替身之術出來為止 好 我會先中 但是我會希望他等下把我打到殘血 才可以使用臉手奧義 所以我現在讓他打一下好了 好再打下去可能就會死了 因為我讓步模式調太誇張了 我打他不會痛 他打我超痛 唉唷 唉唷 佐助的千鳥 招牌技能 然後這邊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你的 你選隊員的時候他們都會有自己的功能 像小鷹就是協助集氣 幹嘛 全部都變超大隻的是怎樣啊 唉唷 唉唷 好好好我要聯合覺醒了 不管了 哇靠 忘記他們覺醒都超大隻的 唉唷為什麼 可以中了吧 好 他們的聯手覺醒超好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名人跟佐助一就在吵架這樣子 然後明人沒有躲開 對 就跟敵人綁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超好玩的 好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先做個收尾 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快死掉了 我可以邊打邊做收尾 沒有關係 總之呢 就是這個 活人員者目流人呢 就是這個遊戲呢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買來玩玩看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腦袋 不太好的人 只會玩無雙跟格鬥類 那這款遊戲是我覺得入手 讓我覺得完全不會後悔的 好不好 那我就再尷尬的做一次結尾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這個不負責任的解說 那等一下還有很精彩的遊戲預告 千萬不要錯過啦 我是明杰 歡迎收看PS玩樂DNA We all play 好的 又到節目了 今天呢來陪我們一起玩的是 明杰 歡迎明杰 大家好我是明杰 大家好大家好 明杰也是我們 Special帥哥 不敢不敢 帥哥團集中之一 你們是電玩團嗎 因為每個人來都 都有玩遊戲 基本上都有玩遊戲 對啊 我玩PS的也蠻多的 所以你是自己也有玩 我自己也有玩 對 那你平常自己玩遊戲的時候 多半是以什麼類型的遊戲為主 或者是說比較有興趣 因為我腦子不太好使 所以我就是玩無雙類 跟格鬥類是我的首選 這樣子 就可能就是 不太要動腦 但是可以靠反射 或者是就是 按按按鈕這樣子 可以這樣講 反射成精的 因為我發覺格鬥類的可能不用思考 可是需要一些反射成精 但是那個我還行 對 對 那 你自己現在 因為像之前 訪問那個 那個 Teddy 像他自己就還沒有買主機 那你現在是 我自己也在玩啊 所以你自己有主機 對 我最近剛入手就是回忍者 不忍賺 不忍賺 對 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就把它全破了 所以你是屬於有主機的那一位 對 因為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 誰家有要去哪裡玩 Teddy會來我家打一下 喔 試一下 那你也會跟他玩 因為他是喜歡玩那種 比如說運動的 喔 對 你們也會一起玩嗎 比如說籃球之類的 2K我就是被他墊而已 對 對 基本上沒辦法 他比較會玩運動類的 對運動類的 也是要思考 我也沒辦法思考 OK 對 好剛好玩了 8月底9月有蠻多新遊戲推出 是 我這邊剛好有list 我來看一下 那你自己有沒有 關注的遊戲 關注的遊戲 或者是說 像我在等待的遊戲 可能8、9月還不會推出 像我在等待的是最近 討論度很高的三國武裝8 喔OK 聽說有這個中文版的這個 語音系統什麼 還有魔物獵人 在PS4的明年 真的 這幾款遊戲我自己 愛玩的我就會去關注一下 那真的是大作 那大作 無雙 然後魔物獵人 這兩個大title 動作A遊戲 愛玩的就會 真的是 奉為神作 口水又流出來 我自己在等那個 大丸論破V3 對 好像快了 9月底吧 所以前面的系列 你都有 對對對 因為我大丸論破系列的 忠實愛好者 喔 對 就一到二代 都破了很多次 而且他都 是不是都有出中文啊 還是有哪一代沒有中文 他這一次是一二代有在PS4上有一個銅捆包 你可以直接入手前面的一二代 之前都是出在PSP上 對對對 那這次V3是Vita跟主機PS4都有 然後直接就是公佈了繁體中文的消息 所以還蠻期待的 所以之前的是 官方沒有繁體中文嗎 還是已經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耶 對啊 因為其實他前幾代很 應該有中文啦 應該有吧 因為前幾代他也很早之前的了 對啊 然後 一直沒有等到系列做 就是後續 然後一直到現在終於出 有消息了 對啊 所以是什麼時候啊 你說這一次V3嗎 對啊 9月27的樣子 9月 就9月底的那個時候 那如果這種系列 如果一二都沒碰 直接碰你的這個V3的話 會不會 這代可以 這代可以 對 因為他這代有特別標榜 就是說他不是 跟原作的劇情沒有關係 但他也是平行世界 然後同樣的 就世界觀是一樣 對 世界觀是一樣 但是 主角群換了一批人 OK 所以應該是可以直接玩的 是個新的故事的概念 新的開始的概念 對 可是我也很推前面 就是一二代 尤其是二代 二代超棒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玩過的話 他真的可以去玩 我覺得很多也是這樣 比如說V3他說 他標榜說 他敢標榜說 你不用玩以前的 沒關係 你可以直接玩最新的就好 但是他如果真的有自信的話 去玩過V3的應該就會 想買之前的樣子 對 想找之前的回來玩 對 因為他是非常知名的那種 推理的論破遊戲 我不知道可以怎麼講 對啊 就很棒了 就是 算文字冒險嗎 會嗎 我覺得不會耶 因為他的遊戲性很高 OK 三代我不知道 但是二代因為二代有養成 包括愛情養成 然後還有一些地圖上的搜索 你可以有一些很多成就 然後一些小東西配件 還有扭蛋 就裡面的裝備扭蛋 我以為他只是純文字遊戲 沒有沒有沒有 他不是 他蠻多東西的 然後包括 因為他剛剛說他是懸疑解謎 所以當命案發生的時候 你要開始蒐集每個現場 你要去每個地圖 然後找各個地圖上可能有的線索 然後去推敲說兇手是誰 然後到最後坐上一個 一個審判 審判間的時候 大家就要互相辯論說 我覺得你才是兇手 有點像狼人殺 就 是不是你覺得殺了誰 然後就 不是我殺了誰 那你要拿出證據說我覺得是你做的 所以是辯論遊戲 對 他是辯論遊戲 所以他才叫彈丸論破 現在這種辯論遊戲應該是蠻紅的吧 大家都愛玩狼人殺玩得要死 真的 好我這邊看 我自己還蠻想玩新全民高爾夫的啦 哈哈哈哈 那邊剛好也有海報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可愛的遊戲 我本來想說還要一段時間 沒想到 欸 29號不就今天嗎 8月29 欸 就是今天就推輸了 就是今天所以已經輸了 快了 我本來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沒在打高爾夫啦 但是 這實體的嗎 實體的台灣應該沒多少 頂多是去那個灰乾練習場揮過 也大概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哈哈哈哈 但是遊戲的高爾夫覺得 還蠻好玩的 他這個是要用那個 手把 那個手把玩嗎還是 我其實不太知道 他應該沒有體感吧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體感 但是我確定他有不用體感的模式 對 所以用手把這樣 對因為我覺得 微調一些東西 然後 抓準時間這樣按的那種東西 對我來講 其實蠻紓壓的那種東西 欸 按到 聽NICE SHOT 然後打很遠 我就覺得還不錯 我以為你是要享受 真的那種飛乾的感覺 好累 太累 很累很累 錯不了 對啊 所以全民高爾夫 可是他也有中文嘛 對 然後我看看齁 八月還有 一些 像Dead Alliance 他是第一人稱打殭屍的 那種射擊的 你有玩過這樣嗎 有有有有 我二零古堡系列都玩過 喔OK 對 講到二零古堡 二零古堡起勢也是今天 八月二十九 對對對 那還蠻多大作 好像都是剛好自己填出 對其實蠻多的 欸那 呃 九月初 還有那個 Nact 2 就是之前節目上好像 也有試玩過 然後還有就是天明二 就是很多人在等 就加電視版 九月六號就出了 還有一款那個 MVCI Marvel vs 卡普空 對對對 那一款蠻經典的 對對對 因為他有很多就是 Marvel跟卡普空的經典角色 都會出現在裡面 對啊 連段連到爽 對就是張飛打月飛這樣子 張飛打月飛 對不同時空的東西 丟在一起打架 就是大家還 最近這種都還蠻紅的 就是來個 全明星啊 然後就是大亂鬥啊 什麼幹嘛這種就 感覺還不錯 因為你喜歡 作品A 作品B 作品C 你都 會想要買一片這樣子 欸 對對對 不錯不錯 蠻有商業頭腦的 好 再來是這個 9月中還有2K18 你們的那個喜歡玩那個MBA 對對對 對對對 基本上 很多 不是很多 就是說 我自己就知道 有一小群的玩家 他們是 買主機就只為了 沒錯 每一年推的這一些 他們買主機就是為了玩2K而已 對 玩2K而已 他們勉強就多買一片賽車這樣子 對對對 是很勉強的情況 其實很多 老外也是這樣 車球槍 三種 沒錯 然後可能就 很有名很有名就買那一片 很有名 對 然後每一年都買 所以 他們基本上不會玩RPG啊 VRPG那種遊戲 對 比較比較 幾乎都沒有 但是他就是每年都在等新的2K 然後 可能 多玩一片 比如說足球 或者是橄欖球 所以如果他每推 對 他如果每推出一代 就在新的主機上的話 他們就會一直買主機 對對對 太過分了 這個實在太過分了 所以PS2開始疊上去這樣 然後就是 都是PS 都是那個NBA這樣 真的PS2跟18 越跌越高這樣子 對啊 有些人是這樣 然後他槍戰遊戲 然後 賽車遊戲 對 就是這樣 有些人是這樣 所以 對啊 遊戲還有很多 而且其實裡面 除了一些就是我們知道那種大遊戲 像他其實 PS4上面還是有很多 獨立製作的遊戲 獨立製作 對一些 對因為現在 遊戲開發並不是大公司的專利 還是有很多很優秀的人 他在做 人或者是小小的團隊 他們是 也有在做遊戲 那現在那些遊戲也可以 上到PS 對 像最近的那個返校 返校也會把然後PS4上去 對對對 所以像這樣子 但返校是台灣的 盧力遊戲的一個代表 那世界各國都有類似像這樣的 就是比較 不是想像中那種3A的大作 但是他就是比較小品 但是那種遊戲 其實有時候 遊戲性很高 因為他們會少了一些就是比較需要商業化的東西 這樣子 就可能會故事啊 或是什麼幹嘛 就是他們沒辦法在畫面上打贏那種3A的大作 但是他可能會有其他小細節 對 做一些他們吸引人的地方 對對對 所以PS4有很多 好 那今天呢 主要要聊的是 Uncharted的系列作 就是那個秘境探險 是 因為最近剛好出那個 他的 對 他的DLC 是兩個女生的故事 對不對 我連女生叫什麼秘密 我也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 之前我 我只記得他是 前代 前代的 男主角的 算是 情 情人 情人 想講什麼啊 情人 對 明杰有聽過這個抬頭 聽過 但是因為他實在是太燒腦 對 但是我有玩過這個 最新版本 因為他實在太受歡迎了 對啊 對啊 基本上 我看到我朋友是幫忙 他是幫忙大家 他也是在賣遊戲片的 然後賣相關產業的 然後他就打了一大箱 他的朋友圈就發了一大箱 他說來了 這樣子 然後底下刷包 很多人都一定要 在等這一款 對啊 因為這個遊戲 他 這一代已經是第四代 這個是 就是他出的DLC 對 他基本上 每一代都 在PlayStation上面 然後基本上 你有買哪一代 你基本上 都會買他的 這個遊戲 這樣子 就是他們 旗下的這個遊戲 所以 這次世代 他在這個PS4上面 我自己也有把本傳玩完 但DLC我還沒玩 嗯 那 我對系列作 有些印象 就是他的畫面 就是超漂亮 超 超越 該 該世代遊戲的 漂亮度 你說四代嗎 我說每一代 就是說 他每一代都 比如說一代的時候 當然一代的畫面 拿來現在看當然不是很 很漂亮 可是在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的 水準之上 他這一代 因為我稍微玩過一下 他的畫面 基本上已經可以 可以堪比上那種動畫電影 對啊 非常細緻 所以他實機的畫面 就很好 對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一直都是 PlayStation的 硬體的一個 完美的極致呈現的 一個代表作 你知道他 前幾代 尤其是四代 他有那個拍照模式 你可以隨時隨地拍照 對 然後因為他的畫面 就是很好看 你知道他 就是秘境探險 有很多攀牆啦 擺盪啦 或者是開槍的一些動作什麼的 我很喜歡就是在擺盪的時候 晃出去那一瞬間 然後咔嚓 然後人就停在中間 然後就可以360度旋轉 下一秒就掉下去了 沒有沒有 就想要保留一瞬間 對對對 拍照系統我還蠻喜歡 那這一代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 應該 那個是蠻新的系統 我覺得 而且好評也 就蠻好評的 我覺得他應該還最保留 因為 因為你拍了你才會去分享 對對對 我們分享了才會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個遊戲 對 而且很好玩 他還可以拍以後 然後換那個畫框 濾鏡啊 什麼之類的 跟你手機拍照 修圖就對了 就還蠻好玩的 對啊 所以我對這遊戲的印象就是 畫面超好 超過那個 那個 時代的 畫面這樣 再來就是 主角真的超衰 對 然後主角碰過的東西都會壞掉 簡單來講 這個主角就是一個探險 因為他叫秘境探險 他會去各個秘境 然後去搜選那些 類似寶藏獵人的稿子 對對對 但是他每經過的地方 絕對都會崩光光 對 就是他會找到一個隱藏的遺跡啊 或者是一個什麼什麼 那些遺跡看 就是人家 然後順便也幫他們整修一番 那樣子 就想說 結果他去搶的寶藏 一定會有其他人想要笑想 去追他啊 他結果 啊弄弄弄弄 結果就垮了垮了 然後他逃出來其他人想死在裡面 然後基本上 世代 一到世代已經不知道弄垮了 全世界多少東西了 而且那些看起來都是古人畫的幾千頂蓋起來的東西 幾千頂蓋起來的東西 他就跳一跳 一個一個倒掉 之類的 其實他以為是來過最後一次的那個人 對 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還有就是 臂力超強 臂力超強 臂力他可以爬任何地方 他可以掉在那些東西 什麼東西都可以抓住 濕濕的三臂 照抓捕 這個版本也差不多 就是只要有那種 有凸起來的 他就是勾得過去 這樣 臂力超強 他一定是那種可以直接把電話簿撕一塊下來 臂力超強 對啊 對啊 然後呢 這一次的新作收錄了世代獨特的多人連線模式 對 多人連線部分 世代還蠻多人喜歡那個多人連線模式 因為他就是PK賽 對啊 對啊 現在遊戲多少島我覺得都一定要做一些 跟連線有關的一些的模式 能夠跟朋友們一起玩啊 對 或者是互相傷害這樣 那我們有一個多人遊玩的影片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畫面好漂亮 對啊 真的漂亮 猜打了猜打了 這種人跟隊打了 所以這是實際有玩畫面 對對對 這是實際畫面 我有炸彈 我有炸彈 所以剛剛那位應該已經往生了吧 剛剛那位沒有成功滑過來的應該已經 他這個已經面臨槍戰類的感覺 對對對 他應該就是想要 想要 想要 那麼多人槍戰這樣 唉唷 治療包可以用像 像法拉一樣這樣丟是不是 好吃好吃 他在動作設計上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對啊 真的很標準 動作有什麼帥 這樣都射不到是不是 救我 我現在應該還有一些地形破壞 我現在應該還有一些地形破壞 這是怎樣 這是怎樣 這不是人了吧 他剛剛吃了什麼東西什麼藥 超能力 召喚 召喚 丟炮塔出來 這個已經到一些不能解釋的領域裡面了 等一下 那個最後那一尊看起來好像前幾代有出現過的某個遺跡 召喚炮塔之類的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前幾代的一些角色都有出現 都可以選擇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是多人模式嘛 他 我覺得他一定可以選一些就是以前的角色 不然都 只有那一兩個人也 對對對 他只一直換顏色 德瑞克打德瑞克 對 綠色德瑞克打紅色德瑞克 就是槍戰跟近距離 就是好像多了一些感覺 像是可以丟技能的東西 對而且 開始有些氣功啊 一些忍術之類的 忍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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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身術 對對對 OK 好那我們就實際來玩一下好了 今天就來玩一下 我們來玩那個劇情模式這樣子 那明傑要先玩看看嗎 欸 如果你死掉的話我們就換人 OKOK 好的 好你選劇情 你可以直接選那個 繼續 選擇章節 你就隨便自己想 選擇章節嗎 對對對 我個人認為比較精彩的應該是 這個錢從潛入坐在這邊吧 這個 如果想很快換人的話就是往下面 我覺得我們玩刺激一點好了 我們中等 中等應該就很難 OKOKOK 我記得沒錯的話 他這次的故事好像是發生在印度 然後是為了拿一個叫做什麼相神 像神的牙 像牙 應該不用不用複視 不用嗎 我們可以開一個新的 所以其實我是 應該 應該選擇然後然後 對然後中等 然後開一個新的存檔 應該新的遊戲 OK 所以剛剛那些章節就是 DLC的嗎 全部的 全部嗎 就是這個紀錄檔已經破了 哈哈 這麼多 已經破完了 好猛喔 你們大概花了多久才玩完 好強喔 因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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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這個我如果長時間一直狂玩 我頭會暈 因為你要一直去轉視角來找線索這樣 有 所以還是要休息一下 喔 克洛伊 克洛伊 好熟喔 娜丁這樣 我是屬於那種 欸好像有聽過喔 欸有印象有印象 好我應該可以 我可以把他省略嗎 可以跳過 跳過好了 省略 我也不想被捏劇情 不要 真的 回家自己玩 好的 我記得沒錯的話 快速 就是這裡 欸 我怎麼可能要踢下來 欸 對我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動畫 我要先把他頂上去 這兩個人好像異敵異友 你知道嗎 有時候會互相陷害 放梯子下來 謝謝 好 畫面真的很好 娜娜妮 又是堅強的握力 好握力氣 而且他有時候的死亡判定 我覺得很奇怪 明明就很矮的地方 他掉下去他就是要死 摔死 那如果這地方恆乎任務的話 再高他都不會死 那我記得這邊是這樣子過來 對對 超強的握力 哇賽真的 真的 那我記得好像是爬這邊管子吧 應該是 如果他夠衰 就應該管子要動 這一版好像沒那麼衰 OKOK 你只要玩 玩了就證實 人人都可以當蜘蛛人 只要握力夠強 一個小妹子可以當蜘蛛人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不是要跳過去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你要搬然後再跳 對 好 對對對 太誇張了 為什麼一定要走上面 為什麼不能走下面 為什麼不能走下面 因為下面好像很多反抗軍之類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平他的伸手 應該也無所謂 他應該 也都能用拳腳把他們打 小心 你看下面那種東西可以撐得住嗎 我覺得連我家的書一排都撐不住 你家那個先不要 我覺得會出事 這邊 是這樣子嗎 看一下照位 應該是往上 應該是往上 好 只要有東西抓就好了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 繼續跳 好像 可以可以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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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癢癢 你知道他們是印度嗎 對 故事發生在印度 前面的故事模式 我稍微看了一下 OK 這邊還要躲一下下 然後從這邊 帥氣的 好像新警察故事一樣滑過來 這麼高調他也沒發現 殺了他 潛行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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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子 喔沒有沒有沒有 開箱子 推推推推 推箱子 好像是一個推車這樣子 等一下 可以把他拉到要去的底彎 卡住 卡住了 小卡小卡 往上往上 好 這裡嗎 然後這邊再 跳 跳 要跳去對面了 應該就是對面了吧 我記得沒錯 這應該要 上去 這很漂亮 畫面 看上去 對面 對面嗎 感覺就是 又要跳那個看法 QA QA Mobile 在印度很紅 一堆他的招牌耶 支路很厲害 應該是尋夠的 只是我覺得 喔 聲音做很大 聲音做很大 每一動都差 沒錯沒錯 你的隊友呢 其實我覺得他如果不當個 不當個盜幕的 然後好好當個什麼 攀岩冠軍什麼 應該會有不錯的未來 對對對 可是當盜幕可以賺很多錢 也是耶 收入很多 可是他這樣應該可以 參加奧運什麼之類的 應該也是不錯的收入 也是 也是 林家窩女 對 這應該就是 就是給他 送下去 他要幹嘛 喂 因為他要找新的路 他要找新的路 還猜到拖對的頭 太扯了 對通常這樣應該是一定會死的 我是不懂為什麼他是可以用這種方式 太扯了 劇情劇情 對對對 太扯了 那樣跳他就不會死了 所以是崩成這樣還沒有人發現 嗯 No 噓 然後這邊我要盪過去 盪 我那時候玩這邊的時候我還超緊張 那邊一直躲 怕也深怕有人這樣 一直在這樣這樣看這樣 結果其實這邊根本沒什麼人 其實 浪費了我超多時間 只要你不要 硬去 挑戰慘烈什麼之類的 好這邊這邊 這邊超級吃 還算還 大部分都是 都是找路比較 對找路比較 找路比較那邊 而且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這邊死了三次 所以我覺得這位人兄很抱歉 因為我殺他殺了三次 就這位人兄 我殺他殺了三次 我殺他殺了三次 你打人家頭 對掉下去應該基本上 應該是紋死的 他不是我們 應該是紋死 沒什麼懸念 再來是 熟的咧 應該是快要 應該要往上 像旁邊還有人吃東西 下面有人在聚會 什麼還是要過往 旁邊有人掉下來 他們完全不在意 好可憐 下來 他死第二隻 應該是爬 這個柱子是不是 對我剛好按到圈圈 所以他就 他就放飛自己了 對 對跳到那個裡面好像 開鎖 怎麼辦 我拿髮槍開 哇賽 我記得這個他會把你把門敲破 如果你沒開成功的話 他會覺得你太麻煩這樣 就像這樣 幹嘛我開很怕 我會覺得我自己很像智商 對 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 他都很故意了 在那邊開什麼鎖 傻眼 也是啦 玻璃門齁 有什麼好那個 敲破就好 它就像在那邊走過的廣場 他已經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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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忙 也要偷錢了 他有時候 遊戲中的這些小道具 都會有一些 跟之後的謎題會有一些關係 欸牆上有東西可以看 這個好像就是他們這一次主要要搶的東西 象牙 象神的象牙 好我記得從這邊開始就會 進入一個很緊張的那個 氛圍了 不要開鎖 等一下會有一群人衝進來 這個你就敲不開了吧 這個就要靠他開了 這也太難開了吧 他不是動住 定住就好了嗎 對他定住就好了 奇怪 這個怎麼都開那麼久 什麼 我不用按東西吧 不用 你只要hold住他震動的地方 對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對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他這個可能真的 他不耐煩欸 我的天啊 真的 有感有感 這還蠻有趣的 乾脆直接把盒子帶走 喔有了 nice 什麼 好像是一個盤子 圓盤 前戰的人物 喔喔 他是前戰的人物嗎 不是 他太黑了 我現在不知道他是誰 他等一下會看到他 他等一下會看到他 我感覺他們好像是 感覺他們好像是熟人 沒什麼印象欸 那些雜魚看著我都差不多 那他應該就是 他應該只是比較大尾的雜魚 有台詞的雜魚 這樣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這兩個女 我真的沒有想 想不起來這兩個女人是誰 真的假的 我真的想不起來 前戰可能沒有出現過吧 是不是 有有有 克羅伊有 你說這個 捲毛 剛剛敲玻璃 對 是喔 他看起來像是一般人的欸 是那個舞會 如果他沒有在封面的話 我會以為他等一下就死掉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他是傭兵啊 傭兵團 真的這個 藍衣服這個 如果他沒有出在封面 我真的以為他等一下就死了 我們應該跳過嗎 對可以直接跳過 跳過跳過 然後你就要開始逃亡了 你要到佛了 已經跳下去了 開始挑亡 他這邊端跑超快的 他這個朋友 這邊我覺得超high的 這邊我覺得超high的 剛剛有一種吃金幣的感覺 對 黑暗裡我玩太多 動不動都翻滾 可是這翻滾有點慢 找路 糟糕 這邊應該這邊 這遊戲難都是難的 找不到路 而且我覺得這個女主角超級 耐射 超級耐射 適合 下山 他這個時候已經是傭兵了嗎 這是之後的故事 不知道之後還是行 阿唉 好痛 死活 死活 大人 開打了 這一座女生有設定層比較不會打嗎 沒有 她打起來蠻厲害的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跟個人這樣打 五顆星 沒事沒事 助跑 她怎麼從旁邊跳出來 明明雨就蠻大的不是嗎 你怎麼知道要走哪邊啊 我也玩很多可是我還是 會找路找到觀眾都生氣 她在後面逼車 然後他們就逃亡成功了 太強了吧 這種人誰抓得到啊 奇怪 怎麼追得到啊 跑超快 因為子彈都打不死 真的嗎 真的 基本上 基本上打不死 我覺得這一點最扯 就是利帶主角超能炸 超能閃 超能射 超能射 一點高度會死 子彈射不會死 對 子彈小可以死 子彈對他們兩根橡皮筋 一直被射討厭 可是進去跑 然後炸彈就跟鞭炮一樣 可能比水淵漾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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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像就比較熟他的樣子 那你錢就穿這樣 好 綠 綠 綠 以下略 開車車 再略 對啊 劇情就跳一跳好了 不然就 不然 看觀光 對啊 劇情就是要等觀眾們自己去買來體驗 對啊 然後戰鬥不分 因為你們體驗不到 我們幫你們體驗 反鬥 拍照 你看那個風景真的是 美 對啊 有一點阿凡達世界的感覺 秘境的感覺 按哪一顆可以不拍 你儲存自手機 哇 現在裡面這樣 你可以滑照片 等一下會不會滑到不啞照 喂 現在就只有兩張而已 前面的人大概火速破壞 沒有心情拍照 所以 好 這幾顆都沒有用 這邊要跳應該是不能跳吧 會死之之 會死會死 保證死 保證死 我看 後面啦 哪裡這裡啦 這裡 慢慢一層一層下去 你不要隨便跳 他很不耐摔的 有人有人 就是他 你才剛拿到手法 先上來 不要緊張 不要激動 跳跳跳跳跳 就不用跑 你就直接走過去 按插就跳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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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不要跑 你看他們又在各種破壞 對啊 他問那句什麼話 你過得來嗎 直接踩爆一個千年神秘 開滑開滑 黏黏的感覺 你似乎有這種東西 你似乎有這種東西 然後盪過去是不是 是 跑山壁是不是 感覺破痛 然後這樣盪過去 嘿 嘿 嘿 好痛喔 漂亮喔 肋骨好痛 超強 徒手攀爬 到底要抓什麼啦 我不知道他想抓什麼啊 到底要抓什麼 好像我在 我不要你幫忙 好討厭 硬是要靠自己啊 開車開車 開車開車 等一下 開車 喔喔 開車 OK 安全點 這很漂亮 嗯 而且那些細節的座也很長 我還沒看到 會壓到泥巴 等一下會不會有什麼大怪物出現之類的啊 那 恐龍出來 對啊 會給你車開就沒好事啊 溝溪囉 唉唷 出上去 這車哪裡買的 信的這麼好 不錯不錯不錯 還可以逆流而上 這裡好 好眼熟喔 這個地方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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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煞車 好 差不多了 我只能玩這一點的時間 那時間差不多了 好 剛剛玩的就是這個 冥心探險最新的DLC 一小段遊玩的畫面 剛剛隨便玩就已經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畫面 在那個都市裡面 那個街景夜景 對不對 然後在外面這個 樹啊 花草草屋 蜜蜜蜜 而且我們剛剛玩的只有逃脫的部分 但其他應該是有槍戰的 對對對 那其他部分就讓觀眾自己再去體驗 好不好 然後呢 下一段呢 我們還是要繼續來玩那個蜜蜜探險 然後 我們會 我們會玩那個連線模式 就是剛剛那個影片看到 就是有點對戰那種感覺 嗯 好不好我們等一下就玩 我們今天是一樣輪流完啦好不好 好 沒問題 好那我們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回來 好的歡迎回來 我們現在要來玩那個 Uncharted連線了 葉子已經開打了 我們趕快來看遊戲畫面吧 還要熟悉操作 剛剛超好笑 又來跟我說 阿不然應該是開槍 我說好 結果哪一個才是開槍 R2R2 這個R2好靈活喔 瞄準滴了 然後我R1按下去 然後丟了一顆手 他怎麼瞬間變得那麼不耐射阿 直接開 他不是可以從後面開嗎 欸漂亮 漂亮漂亮你死了 超懶的啦 所以沒有隊友嗎 你只有對手 有有有有有有有 藍色名字是隊友 紅色名字是對手 這散彈是不是 不是 哎呦哎呦哎呦 他堆老輩欸 殺老人欸 哎呦漂亮 欸彈腰不足喔 結果在隔壁有人打你 救命啦隊友 這個老不看起來 這個動作有點遲緩 奇怪 是不是真的沒有跑步嗎 我覺得他跑去滿快的啊 很快嗎 嘿 欸 沒事沒什麼 哇欸 這敵人很會欸 笑嗎 笑嗎 笑大 一直死應該是沒辦法累積 移擊大絕氣條 呵呵 笑 有這種東西嗎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麼放啊 集滿就可以叫神像是不是 地圖上可能可以剪一些道具 遺跡大絕氣條 超硬耶 兄弟我保護你的背啊 你的背才是被人家打的 靈活靈活 靈活啊 對面小心 看到了 現在有一個危險 好像殺了一個 太飄了吧 你用手把 鋁肉是對的 我的背有沒有人 自個人 地上有鑽石怎麼回事 打架還可以撿錢是不是 欸 水 欸 誰 同胞 跟著你啊 你在幹嘛 你要叫車啊 重型武器在那邊重生耶 不知道是什麼武器 好好奇啊 去拿去拿 寫錢 真的是 真的是錢嗎 所以可以召喚那個嗎 到底是什麼遊戲啊 怎麼沒有看到人耶 對阿,好奇怪,他們在哪 出來阿 出來阿,怎麼沒人咧 用你一顆芭樂 你居然在對樹的時候丟芭樂也太瞧不起人家了 為什麼我想說我死了,他永遠就一直死咧 而且他是捲毛耶,超帥的 他頭髮哪來的阿 有沒有狙擊槍阿,我打狙擊的耶 狙擊槍可能是重型武器之類的吧 不會那麼好讓你拿到 我有這個接得漂亮喔 是不是,就對付這個帥 太飄了吧 欸,點死你 嚇到了,嚇到了,我有倒 他發現了,他發現了 他有幫手阿,你躲著點 欸 掛子彈 他好激烈阿 他來了 牛仔先生的逆襲 哇 哇 ザ 手把拿 玩那個射擊遊戲 真有點難 所以你是進戰咬它們ャミ科 拔牠 拔牠有 拔牠就過來 哇賽哇賽哇賽 哇賽超人的 又是那個牛仔帽 除啊 至於是他有一個人 他很快就翻滾出來 欸果然啊 哇好好強喔 這個牛仔帽超強的欸 他真的很強欸 真的打不死 你快找那個牛仔帽 他會我打死 怎麼用啊 找那個牛仔帽復仇吧 欸欸欸欸欸欸 別緊張 太刺激了吧 老婆根本是蜘蛛人吧 真的欸 他的繩子哪裡來的啊 超誇張的 重型武器 蛤 是嗎 呃好像不是 找他亮亮的 蛤 蜘蛛人老婆 抓到竿子了 老虎頭閃啦 我要繞背 什麼 哎呦 誰啊 重型武器 欸你要離他很近喔 離重型武器很近 什麼 欸欸欸 我真的屁股夾在很緊 不是在這邊嗎 應該一下你就被撿走了吧 道別裡 道別裡 哇 揍你死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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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打一口嬌,頭一下就會死得到你啊 哎唷 什麼啊 刺客教條 他打我頭一下我以為死得哪 好啊 他是潛行攻擊啊 好笑啊 點死了 他還 他是傳訊息罵你嗎 白痴了吧 喂 欸!是我的拔了 哇塞,好準喔,我好不耐射 哇,他弄我背耶 好會喔 他就拔我頭一下 欸,有火箭筒 不是框嗎 3小時 這到底還是不是昌戰啊 又是後面那個人 嚇到了 這個人啊大哥 欸欸欸欸欸 哇,好像都可以 欸欸欸欸 射他,射 你才射 他的武器感覺很重型 幹嘛啦 搶原地丟 哎呦 他剛出來就快一點 就快往生了 他想說你在幹嘛 啊 結束 不知道我殺了幾個人 哈哈哈哈 還有語音就對了 哈哈哈哈 全部敬意,全部敬意 按照友情全部敬意 可以,可以聽到 來,換女人 換女人 你要先玩嗎 你玩玩看啊 我不太會玩了,怎麼辦 沒關係啦,大家都不太會玩啊 用手把,老闆式的遊戲真的很難 真的 就是用腳寫字啊 對 玩什麼 別的模式 有什麼模式 我覺得經典可能比較 比較好找人 就這個好了,沒關係 對,就這個,就這個好 所以 現在在等玩家 是不是 對啊,就是線上 他就是 線上收啊 嗯,所以再收一收 我們可以看一下自訂造型嗎 欸,好耶 這就是英雄 可以選 而且還有很多沒有打開的 還有很多衣服啊 你看 外觀 這人是誰啊 還可以滿足一些這種喜歡 忘記了 我忘記了 喜歡明星那種養成遊戲的人來玩 我看一下帽子 我不要養反派 錯光頭 還有屁股下巴 他這樣打扮起來也是滿有 這樣打扮起來有點像章魚哥 不知道為什麼 章魚哥 我看一下他時尚 我看一下他時尚 屁股下巴加上鼻子圓圓的 這也太好笑了吧 我要這樣子 還有法官假髮 好妙喔 這樣滿有教父的感覺 還有卡車司機是怎樣啊 很帥啊 沒有資金嗎 喔,你在場地裡面 撿到那些保障的錢 是不是在這邊可以買衣服 好像是可以耶 那我已經不設人啦 我就不停在那撿錢就好了 對啊 換個英雄好了 因為這是反派 人來就跑 人來就跑 然後前來就是 愛蓮娜 記者愛蓮娜 她的經典照片 尋寶獵人愛蓮娜 我有點忘記 挑釁動作 德威克最後是跟她結婚嗎 對對 欸結婚 就是在海外生活 在海島上生活之類 喔唷,是不是滿會跳的 漂亮喔 喔唷 喔唷 酷不酷 喔唷 喔唷 就在敵人面前這樣 好嘲諷喔 哇唷 哇 哇 月球半部 哇塞 哇塞 排肩 排肩 排肩成 排名版挑釁動作 喔還有排名就對了是不是 大家喜歡用的 Dab一定最誇張 這蠻誇張的 超挑釁耶 來 死去的弟兄 太誇張了吧 好現實的遊戲喔 收到沒啊 可以喔 收到了嗎 找到玩家 怎麼剛剛那場那麼快 沒有的話我們就繼續 好啊 蠻像捷鎮斯塔森的 我也忘記這光澤森 是他哥嘛對不對 喔對 是德热克他哥 對對對 我如果有錢 我也想買這種 這種衣服去打 禮服三母 禮服三母 臉部裝飾是什麼 臉部裝飾 眼鏡之類的 眼鏡 還有鼻子喔 喔好帥喔 方框太陽眼鏡 好帥喔 好帥喔 這以為像謝賢 好像謝賢大哥 有了 雖然他們造型越多的人 應該就花了不少時間在玩 嗯就是越強 越帥越強 因為我知道世代 世代就是有固定一批玩家 就特別愛線上模式 還是很好玩啊 這種就是 把他當司夜市在玩 有附和那種 你可以捶人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跳來跳去 然後你可以開槍 其實這樣對愛遊戲 所以我現在按什麼 你就等他讀取就好了 所以其實 而且他畫面很漂亮 因為他多了很多就是 其他射擊戲 其他射擊遊戲沒有的系統 就是爬啦 然後盪 對啊 之類 而且他盪可以結合一些 殺招之類 也是空中錘人啊 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些地形殺 就感覺不錯 還有靠你的頭 然後後面超好笑 感覺只是拍你頭一樣 然後把你翻到後面 然後就直接掛了 超好笑 對啊剛剛那個距離那麼 對啊 也不是很高什麼 如果這樣就會死的話 那應該直接打你頭 一拳超人 空 你死囉 可以選 這邊可以選啊 閃彈好像不錯 其實閃彈才是我的 閃彈這一把 這把 對 選你喜歡的角色 為什麼是反派啊 這邊都是反派 這個 這個聲型太怪了吧 好卡 好卡 選擇光 這是BOSS吧 是嗎 應該 超級光 所以剛剛你算正派對不對 剛剛那樣的角色分 對 所以它是隨機 所以你說R2是射擊 對然後按住L2是標準 L2是標準 R1是扔手榴彈 真的 然後 L1呢 快結束了 給你三條命的時間 好 這個見面怎麼有點像 Freestyle要打籃球之前 真的耶 先嘲諷對方 等一下有一個就會滑出來 開始跳舞 Go go turn over 等一下那滑出來就開始跳舞 那頭轉 跳舞比賽 跳舞比賽 好衝衝衝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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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啊光頭王 OK 你閃盪喔 衝我近一點 欸欸欸欸 L1 生命就這麼脆弱這樣子 你說L1是不是 大家去山谷海邊玩 切記小心 切記不要隨意跳躍 開風不要去海邊 小心 生命就這麼脆弱 生命就這麼脆弱 對生命就這麼脆弱 哇他們是在延暗對射 你發現敵人的是不是 哇塞 重心武器 L1L1 沒事沒事 好好好 我這是要找人家對幹啊 來 真的 你這邊上去嗎 光頭想幹嘛 等一下 我總有可以爬的地方 我覺得我可以深入第一 欸欸欸欸欸欸欸 撕他撕他撕他 他新手打他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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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還在這種 他剛剛發呆 他剛剛發呆 發呆 對 我發現就是用 用經典造型 然後你沒有什麼Skin的 就是新手 應該是被你按進來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是 我覺得我應該走這條路吧 可以可以 唉唷 殺路小洞 這好像不行 這只能滑出來而已 喔是嗎 只是滑出來 對 那它滑滑的 我覺得用盪的比較快 兄弟等我 這一點是新手 L1盪 L1嗎 對對對 放 然後就可以盪過去 喔 跳 對 好 好的 我覺得這張地圖好像四代無盈的 唉 唉 紅的 紅的 前面都是紅的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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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兔阿兔阿兔 開了槍開了槍 開了槍 阿兔阿兔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了 謝謝大家 果然是學點天分喔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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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到底做了什麼 我其實不太知道 沒關係你學會怎麼 盪繩子 下次就可以殺的 不錯啦不錯啦 是個很大進步 好 剛剛玩的就是 Uncharted多人模式 其實還蠻有樂趣的 對 就是那邊亂打亂射 還蠻好笑這樣 好不好 那今天就 差不多到這邊了好不好 謝謝明傑來 謝謝 謝謝 然後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下週同一時間 還要繼續鎖定我們的 PS1的DNA喔 好 PlayStation We all play 大家掰掰 掰掰